咱俩也定魂了 其实说实在的 这一路走来都是大家看着的 我洗腻有些话 一代酒精要不要给大家说 但是现在已经定下来了 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吧 咱俩是五月份认识的 然后中间已经有个马里挑剔 所以咱俩也混上聊天 慢慢的甚至都不聊了 所以对猜的这个事也没有啥概念 后来咱俩又遇见了 知道这就是缘分都在一块了 咱俩没想到这梦子也开始了 咱俩因为猜的事 处处为难不愿意拧羊 就要他累一次 妈妈都给他带过来的东西 扔出去一次 也到这咱俩后长时间没有见面 妈妈这咱俩习惯又灵扬这个人了 等他再来也没有啥翻过 只是说了一些 可能挺一会儿 我本来都想着就这样了算了 但是也在大家对咱俩一致的孤立下 一致走到了现在 其实说真心话 我也不想给这不好的一面 给大家说 但是现在已经过去了 妈洗腻也没有啥压力了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一致的孤立还有支持 是的 非常感谢大家 俞乐阿雅姐俞做出来确实挺不容易的 俞乐是个好女孩 我也想让俞乐过得稍微好一点 虽然我俞乐工作比较低 但现在我也我的责任了 我要好努力工作 不让俞乐失望 不让俞乐家人担心 我也好努力寸欠 让俞乐过得更好的生活 这样阿姨可能会对俞乐会好一点 嗯 你说要不是你披着呀 我整不着又改咋办了 沐水不行啊 这事都过去就了 嗯 嗯 不让俞乐